不应一事 部长一致 李淑彤在成为红衣法师之前 他人生的底色是悲凉的 他生在乱世 早早地就见证了家族的衰败 长大后 又接连体会了爱而不得的痛苦 和曲中人散的无常 这些遭遇 让李淑彤痛苦过很长一段时间 但随着对世事领悟的加深 他的心境也由一开始的痛苦无奈 逐渐蜕变为淡然超脱 在39岁那年 他终于摆脱了名利牵绊 看透了世间百苦 远离红尘成为了红衣法师 看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我发现 所有大彻大武之人 都曾经历过极度的痛苦 身不苦则福禄不厚 心不苦则智慧不开 每一次的磨难 对于世人来说 都是一场修行 到最后 所有挫折和苦难 都只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圆满 一 无常 磨练你的心智 常言道 人生无常 世事难量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无常总是伴随着我们一生 李淑彤家是带经营 盐业和银钱业 在当时的天津 是数一数二的富贵人家 可以说 李淑彤是含着金汤汁出生 然而如此顺利的人生开局 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 随着李淑彤逐渐长大 偌大的李家家业 因为经营不善 走到了破产的田地 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 也在他二十六岁时 撒手人寰 家族的没落 母亲的离世 抽去了他赖以寄托的心理之声 也让他顿悟了世间姻缘的真相 人生犹如牺牲日 富贵终如瓦上双 这是李淑彤当时对无常最为深切的感受 已成为他后来看透世事的喜忧 他意识到 我们所指责的一切 最终都会在某一刻失去 既如此 又何必为了这些无常之事而痛苦 为了事与愿违而郁郁寡婚 后来明白这一点的李淑彤 身披海青 带着几件随身物品 就跑到杭州胡跑寺出了家 法名红衣 这一次 他终于抛却了世间一切纷扰 做到了真正彻底的放下 正所谓不遭苦难 如何修成正果 不经苦难 如何顿悟人生 一生中 若不经历大悲大喜 如何看透世事无常 若不经历涅槃之痛 又如何体会重生之美 生命中那些痛苦的经历 说到底 都是在磨练你的心智 当你的心智变得足够强大 哪怕世事有再多无常 你的内心也会安然无恙 三 秦官 锻炼你的心量 秦官 是人成长的一大关卡 多数人在经历情节之后 会感到痛苦和失落 仿佛丢掉了半条命 但佛家却说 有福之人 必有情节之痛 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 痛彻心扉的遗憾 让人学会了放下 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涅槃 李淑彤出家之前 也曾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他叫杨翠喜 是黎原的明觉 贸易双绝 李淑彤也对戏曲颇为惊痛 两人由此相识 很快就成为彼此的知音 杨翠喜的没场戏 李淑彤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第一排 为他鼓掌喝彩 而杨翠喜也在相处的过程中 对李淑彤放心暗许 可在李淑彤决心娶杨翠喜时 却遭到了李家人的强烈反对 李淑彤值得将这件事情暂缓 被迫回家处理家族之事 没想到回来之时 很多事都已物是人非 杨翠喜成了别人的小妾 而母亲也为他安排了一场 门当户对的婚事 李淑彤心里放不下杨翠喜 因此对母亲的安排非常抗拒 但母亲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 最终 李淑彤因为对母亲的孝敬 迫于无奈娶了于世 成婚后 李淑彤虽与于世相敬如宾 可对感情之事 他却早已不再执着 对于过往的伤痛 他也渐渐学会了看开 到最后 他毅然斩断情缘 转身踏入了佛门之地 电影《一轮明月》中 有这么一幕 红衣的妻子不想他出嫁 便赶来阻止 还问他 什么是爱 他沉思片刻后回答 爱是慈悲 在红衣眼里 爱没有分别心 所以爱是慈悲的 他早已看破世俗的爱情 不再拘泥于爱恨之产 而是平等地爱着众生 现实中很多人在爱里感到痛苦 就是还没堪破这一点 但你也不必彷徨 因为这些痛苦 早晚会引领你走上一条释怀之路 就像董卿所说 以前总觉得在乎的人 一旦离去 天就塌了 无法继续前行 然而如今我发现 不论离去谁 我们都能活得更好 有时候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让我们爱而不得的人 因为他们使我们更坚强 这或许才是成长的真谛 三 挫折 称大你的格局 菜根谈有言 事已不沉 海亿不苦 彼此沉苦其心儿 我们所处的世界 并非苦海一片 很多时候人们觉得生活苦不堪言 不过是因为经历太少 格局又太小 才会使自己的心堕入苦海 只有在挫折中逐渐称大自己的格局 你才能脱离人间苦海 得大自在 李淑彤在感情中爱而不得后 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报复 可才华横溢的他 一踏入科举之路 却是屡屡受挫 最后只得了个童生出身 连秀才都未重 他万般郁闷 又带着残存的希望 一头扎进了滚滚革命浪潮之中 奈何他振臂支持的违心变法 只维持了短短百天 便以失败告终 李家人因为怕受牵连 还将李淑彤一家赶了出去 接连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病故 李淑彤早已不会再像之前那般 抑制消沉 这次 他主动带着自己的家眷搬去了上海 还凭着自己的财学 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 也是在这段时间 他结识了与他志同道合的天涯无有 几人经常一起讨论诗词歌赋 就这样 那段落魄的日子 竟被李淑彤过成了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 一位禅师曾说 不应一事 不长一智 很多挫折 你若将其视为一片泥沼 在其中挣扎 只会越陷越深 但你若将其视为阶梯 不断在伤痛中汲取养分 拓宽心胸 那么人生中每一次不幸 都将成为你的进阶之路 所谓胸有天地宽 自有渡人传 历经一次次挫折之后 把心放宽 把势看淡 那你往后所见 皆是坦途与风景 红衣法师一生 历过行伤 历过悲苦 历过挫折 可谓是多在多难 但他临终前回过往事时 却只写下八个字 花之春满 天心月圆 他的意思是 他这一生过得充实圆满 过往遭遇的苦难 遗憾与残缺 成就了他精神世界的超脱与圆满 他圆寂后 若日后有人想见他 低头看花 抬头看月 花之春满 天心月圆处都是他 纪伯伦曾说 除了通过黑夜的路 人们不能到达黎明 人生路上的所有磨难 都是你成长的必经之路 所以 不要去怨 不要去恨 那些压不垮你的精力 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